安全对着对 机会 安全问题 我来帮你 开刀脑机 点亮爱心 战胜困难 超级勇敢 我 我会努力的 洪水来临的时候 气象部门 已经连续三天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了 小镇河流的水位 也快要上涨到 警戒线附近 我们现在 就需要组织大家 撤离小镇 到海拔高的临阵避难 否则一旦发生洪水 后果不堪设想 嗯 我现在就去仓库 取应急物品 我和兔小白 去广播通知大家 面对洪灾的注意事项 您好 我们小镇河流的水位线 正在快速上涨 很可能会发生洪水 现在需要大家一起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就是不想撤离 我家有很多贵重物品的 我必须回去 距离水位警戒线 还有一段距离 要不 我陪他一起去 你们先组织其他人员撤离吧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们有没有看到小镇 刚刚撤离的时候 他还跟在我身边呢 突然就不见了 您先别着急 我们来想想办法 猪小白 小猴 你们先把村民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去找小猪 猪妈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它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救命 救命 小猪 小猪 你快离开河边 去海拔高的地方 躲避洪水 我去救小猪 我们去那里 猪小美 小猪 上平滑亭 小猪 小猪 你去哪儿了 吓死我了 对不起 我想回去捡风筝 没想到遇到了洪水 幸好猫小山还猫小美救了我 下次遇到紧急情况 千万不要自己乱跑了 今天洪水爆发之前 我们已经在组织大家撤离 你不应该独自回到危险的地方 没错 洪水的水流湍急 一旦遇险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洪水来的时候 还来不及转移 要就近 迅速向山坡 高地 楼房 壁洪台 等地转移 或者立即爬上屋顶 楼房高层 大树 高墙等高的地方暂壁 千万不能像今天这样 待在河边 如果洪水继续上涨 暂壁的地方 难以自保 要充分利用 我们提前通知准备好的 救生器材逃生 或者迅速找一些木板 桌椅 木床 大块的泡沫塑料 等能漂浮的材料 扎成罚逃生 如果逃离的过程中 发现高压线 铁塔倾斜 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 一定要迅速远避 防止触电 如果此时已经陷入危险 那么要尽快设法 与防训部门取得联系 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 积极寻求救援 每次爆发洪水时 都可能带来很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所以在平时 要多多了解防洪的知识 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气息 张焕于未然 我记住了 谢谢你们 洪水真是太可怕了 我一定要多多学习洪水的知识 保护好自己 安全队队队 任务完成